大家好, 今天我為大家推介的產品 就是一個三合一的日光霜 平時我通常只做一些單一性功能的產品 例如美白就是美白, 保濕就是保濕 但我也希望可以推出多一些多功能性的產品 方便大家使用 例如今次, 三合一的日光霜有什麼功能呢? 就是它有日光霜的滋潤 亦有打底霜的保護 亦有隔離霜的功效 塗完後, 臉會比較白淨 因為它是一個多功能性的產品 所以看起來比較稠 其實事實上它是比較熱身的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個使用的方法 就是令它可以發揮最好的功能 如果你沒有用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你買了這盒霜霜回家 塗完之後, 或者你以後就不會用它 因為會塗到在臉上白白 因為它有防曬和遮瑕的作用 我們要用手的溫度 將這些眉細的粒子融化 融化之後再塗上手 其實很薄, 很容易推開 透明度很高 不會像這隻手一樣 到現在還未退開 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貼士 我剛才在手上示範給大家看 始終這是一個面霜霜 其實你們都看不到什麼 我現在示範在臉上 即是用我的方法之前和之後的比較 令大家知道原來這個霜霜這樣用是可以的 首先都是這樣的份量 大概一粒黃豆 如果我是沒有預先擦勻 直接塗在臉上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真的很白 而且好像都推了 我現在都推了二十下 三十下都來了 其實都還未推均勻 就是這樣的效果 另外一邊我就會… 但你看到其實它明顯地變白了 而且毛孔位應該是細緻了 另外一邊我就用我剛才說的方法 首先都是黃豆那麼大的尺寸 我用一隻手揉勻它 揉勻它之後我才推上臉上 大家看到是不是很薄 完全都不會說很難推 其實很容易推 我塗在這一邊 塗完一粒黃豆的份量 大家可以看到兩面的分別 其實兩邊都可以 這邊都是比較白的 但是透明度高來說 就是這一邊比較好 但是兩邊都會有少許遮瑕的功效 如果譬如鼻翼的毛孔這樣塗了之後 都應該會幫你遮瑕一點 尤其是臉上除了鼻翼之外 我也是塗嘴角 因為我的嘴角也有點… 膚褥也不均勻 平時塗了之後都會好一點 我剛才跟大家分享了它的使用方法 其實適用的話它很好用 因為它省了你不少的功夫 但是凡事有好也有不好的 它的不好處就是 因為它是一個多功能性的產品 所以我建議大家 只是日後用好了 晚上就讓皮膚休息一下 塗一些有營養的夜霜會比較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